台中市府今明兩天在各區一共開設了47處的快打戰 要為長者來施打第四劑的莫德納 原本是估計民眾可能對第四劑是興趣缺缺的 而市府是不斷的呼籲大家踴躍來接種 提升城市的安全 更祭出了接種疫苗送兩劑的快篩 還有500元的超商禮券 但沒有想到的就是施打民眾是大爆滿 施打率是超過八成 台中市南區工作人員拿著麥克風大聲叫號 一邊還要提醒民眾守秩序排好隊 接近中午11點南區重人活動中心快打戰 等候人數大爆滿 是第一次碰到這樣子實在真的 工作人員很辛苦啦 所以大家體諒一下 也排很久啦 那這次大家打針也很踴躍啦 民眾不是首次到快打戰施打疫苗 但要等上超過一個多小時 可是第一次 今明兩天 台中市府在各區 共開設47處快打戰 為長者施打第四劑莫德納 原本估計僅有一到兩成的施打率 市府不斷呼籲大家踴躍接種 提升城市安全 沒想到施打人數大爆滿超過八成 有收到通知單的甚至沒有收到通知單的 今天通通都有到我們的快打戰來 那目前早上的人數 我們現在大概有發號碼牌的部分 都已經到超過600人以上了 準備800劑以上啦 那如果有超過我們還會繼續再去 再去調度 會再過來這邊 我們一定會把有到現場的長輩 把他服務完 以南區重人活動中心為例 今天造冊名單1300位 結果來了1049人 施打率超過80.7% 也從原先預定施打一個上午 延長到下午 而民眾這麼踴躍 除了可以提升防疫力 還有為了他 快打戰人潮大爆滿 雖然不是安排今天或是沒有接到通知單的民眾 通通都來了 量計快篩再加上500元超商禮券 魅力的確不小 市府也滾動式調整 規劃明天快打戰 要從施打一個上午 延長到一整天 來緩解施打人潮